他最近犯伤了当红小鲜肉 而且小鲜肉还是自家儿子的同学 他厚着脸疲问儿子 能不能把那个同学请到家里来 没想到儿子太给力真把人请来了 随意点 跟在自己家一样 叫我阿姨就成 他话刚说完 没想到自家儿子就被人搂在我怀里 难得见小鲜肉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可是我更想叫你妈妈 男神总喜欢摸他的头 吃饭也摸 打球也摸 一起走路也时不时的摸 睡觉也摸 他对着一众羡慕的女生得意洋洋道 天呐 被男神摸着头睡觉是什么感觉 我也想被男神摸着头睡觉 几个女生叽叽喳喳的讨论着 别想了 你们又没有两个头 他得意的晃了下脑袋 却忍不住鲜红了脸 公交车上上来俩小哥哥 一个穿长外套一个短外套 短外套小哥上来就占那发呆 长外套小哥拆了盒不和唐问他 要么短外套小哥回过神来先是一愣 接着傻垃圾的凑进长外套 小哥画风清晰的小声回了句话 在这不好吧 他这些日子开车总在十字路口 被闹个小交警拦住检查 为了避免麻烦 他干脆去自行车下班 结果刚到十字路口 小交警又把他拦住了 我今天没开车吧 他又起又小锅 接着傻垃圾的凑进长外套 小哥画风清晰的小声回了句话 在这不好吧 他这些日子开车总在十字路口 被闹个小交警拦住检查 为了避免麻烦 他干脆去自行车下班 结果刚到十字路口 小交警又把他拦住了 我今天没开车吧 他又起又小锅 我不是要检查你 小交警手忙脚乱 得解下自己的围巾红着脸 递给他 我是 我是怕你了